西瓜 别睡了 还有150秒 蓝色妖姬就要来呢 嗯 什么 蓝色妖姬 我又没拆她的千尔西 我才不胖呢 可是我拆了呀 干什么我什么事 给我走开 别当了我做美貌 小姐姐 我来了 可恶 这个臭西瓜 竟然见识妄议 算了 靠人不如靠急 我们还是 自己去建房地医蓝色妖姬吧 这次我要建一个空中别墅 这样 蓝色妖姬就攻击不到我们了 先把楼顶建好 以防蓝色妖姬 从天而降偷袭我们 防着防怪 我选择用你灌进外来建 这样见美观 还能照明 不好 还有10秒 蓝色妖姬就要来了 西瓜 别睡了 蓝色妖姬要来了 嘿嘿 小姐姐 我来了 可恶 没救了 妈呀 怎么这么多蓝色妖姬 救命啊 蓝色妖姬 是奶糖菜你的小西 你们别当我啊 好痛啊 西瓜 我来救你 快顺着这个楼梯往上跑 啊 可恶 臭蓝色妖姬竟然打我屁屁 这边不行 那我就从另一边 臭奶糖都怪你 都怪你太帅了 把蓝色妖姬都醒过来了吧 这还差不多 西瓜 要不要一起住啊 我才不要 我要去建属于我自己的房子 到时候我们来比一比谁的好看 可以 和我每次村建筑大师奶糖比 你无疑是自寻死路 我试试怎么知道呢 好 第一期建好 接下来就是墙面了 墙面我打算用玻璃来建 这样寄头光还好看 这边再留个位置 放门 怎么只有一个门啊 不过 我有办法 只要将两扇玻璃组合成 不就能变成门了吗 这样高贵的细致 一下就起来了 小伙伴们快学起来 房子建好 接下来就是装修类似的 先放上我们的行墓室大床 旁边多放两个箱子 尝试放钱 不行 搜放几个 这样有这就倒不到了 这边再放上书架 毕竟温奶糖可是好学的了 没有桌子椅子 那我们就用石头来代替 再用彩色带给玻璃上个设 温奶糖可是猛的 当然得有粉色了 最后再来一张大电视 瞬间 我的房子是不是 高能大气上档次了 我的房子就大功告成了 诶 习惯 你的房子 怎么办不见完啊 黄色偏蓝色 这也太难看了吧 你懂什么 这可是蓝色妖姬 和黄色警戒的结合体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好看吗 算了 我还是来帮你玩散一下吧 前后的颜色冲突 太闪眼了 所有两面就放上玻璃透光 奶糖 你都是几百年前的设计了 走开 让我自己来 行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我和西瓜的房子 谁都好看呢 那肯定是我的 臭奶糖下去吧 好 西瓜 你干嘛 就你之前害我被蓝色妖姬攻击 今天也让你尝尝被蓝色妖姬打的滋味 可恶 这可是你们逼我的 绿色猪子 变身 我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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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吧 奶糖竟然是绿色毒刺 这也太厉害了吧 蛤 蓝色妖姬和我绿色毒刺冰 你有辣实力吗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是蓝色妖姬厉害 还是绿色毒刺厉害呢